唐燕燕云台造型曝光,这不就是子萱和李卫央的合体吗? 说起唐燕,可能很多人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先见骑侠转三里面仙气飘飘的女娲后人子萱 我一直都觉得唐燕的容貌和身材都是郁姐型的 可是没想到她后来演的剧都很让我失望 不是说唐燕的演技,而是说她的团队给她挑选剧本的能力 曾经有一段时间,唐燕的剧都成了傻白甜 这也让我很伤心,前段时间,唐燕官宣接了燕云台的女主萧燕燕这个角色 我是很开心的,因为这个角色并不是傻白甜 而是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女性 可是,在近日有网友爆出了唐燕在燕云台中的造型 看着真的太像是子萱和李卫央的合体了 这也让粉丝们小小的失望了一下